欢迎收听软件那下社的第196期 当然这几期都是讲谷歌了 这一期还是讲谷歌 接着上一期 就是谷歌 用谷歌的人肯定是越来越多了 然后谷歌他从VC 就是从那个风险投资上这里 拿来的钱肯定也是越来越多 但是这样就会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 浮出水面 就是你如何才能赚钱 但这个看起来可能很多人觉得不够理想主义 为什么老是谈赚钱 但是这些风险投资商 他只所以投钱给谷歌 人家有些人就是为了想赚钱 并不想改变世界 就是说当你花的钱越来越多 但是钱没有赚到的时候 就是花了很多钱 花了一亿 然后赚回来一万 这个风险投资商是不高兴的 因此他们就会给谷歌的两个创始人压力 让他们想赚钱的事情 但是这两个创始人又不是特别能说会到的 经常是跟VC谈着谈着 然后就谈不下去了 很多的VC就摔门而走了 就说你看你拿了我这些钱是吧 结果没有赚回钱了 这些VC就想问问 你拿了这么多钱 有没有看到回头钱怎么办 这两个创始人就是布林负责继续画大饼 就谈一下谷歌的前景是非常好的 虽然现在不赚钱 主要的原因还是再 还缺一点钱是吧 要不要再投一点 但配置就是我说的 他的性格 他一贯保持神秘 就是VC问他什么 他都不说 就问他谷歌的流量到底怎么样了 他仍然是保持他一贯 就是说你如果要投资的话 我就给你看一下 如果你不要再投资的话 我就什么都不告诉你 就这样手口如瓶吧 一副不配合的样子 总体上来说 这两个创始人呢 就一个就是花饼冲击 一个呢用手口如瓶 VC呢 当然就折死了够呛嘛 也是就有一个比较大胆的想法 就要浮出水面了嘛 就这两个家伙还是太年轻了 他们要准备换人 就是请一些比较成熟稳重的人来当CEO嘛 控制公司的话 要听他们VC的 而不是听这两个小屁孩嘛 当年他们确实是小屁孩 没有什么经验 不能让这两个毛头小子 你说涨舵 因为现在大海航行靠舵手嘛 你不能让两个小伙子 把这个航母给开翻了 于是这个VC就打算 给这两个年轻的谷歌啊 的创始人找个导师 就是有了真正跟钱 打交道的这个CEO 公司显然就会靠谱很多嘛 于是这些VC呢 再建议一下 然后这两个创始人也同意了 说既然拿了你们这么多钱 是吧 你给我找一个世界级的CEO来领导嘛 除此之外呢 不单要有这个领导人 而且呢 还要注意打造自己良好的形象 不能说你给外界的影响 就是一个技术男的形象嘛 因为谷歌刚开始 他不太注意打造自己的形象 就是说打造谷歌的外部这个形象 这个任务啊 也交给了这个VC 他们去做 后来我们就比较清楚了嘛 谷歌是从外面找了 就是前商业公司的那个史敏特嘛 他来当CEO 然后叫三家马车嘛 也建立了谷歌的整个的董事会 然后主要的人选呢 就是VC的人呢 还有两个创始人 还有这个新找来的这个CEO 就是董事会嘛 咱也不懂是吧 没有钱 不知道 反正书上是这样写的 在组建好了谷歌整个架构以后 VC就说 我前面说了 你得打造自己的形象嘛 就找世界级的广告公司 然后给这个 做一些包装嘛 他们是从什么糖果呀 或者是这个 还有给苹果做这个 广告的这些公司 他们请了这样一些人嘛 就是做这个包装 就是 当时谷歌还没有赚钱嘛 就不是广告公司 如果他是广告公司 他就会自己给自己做广告了 当时就是 电视上嘛 给这个谷歌做广告 起初呢 这个谷歌内部的人 尤其是这两个创始人 还有一大群这个 科研人员就觉得 没什么用是吧 你不情愿 因为后来还是不得不承认 做广告对于 提升公司的形象 有非常非常重大的作用 就打广告的时候 也有一些小插曲 就是 我说嘛 他从传统公司嘛 就是什么糖果呀 或者什么苹果公司 这些外就特别顶级的 广告公司 引入一些广告人 这些广告人 做广告肯定要花钱嘛 然后 谷歌当时因为太多钱 然后内部的人就比较反对 觉得 你花这些钱打广告 还不如搞一些 买一些机器回来 或者是雇一些人 技术人员过来 于是呢 谷歌刚开始 他不雇用这些广告人 他比如说有个什么会议啊 有个什么会 什么勾火会 什么什么会的话 他们就会找临时的广告人 做点广告 也没什么营销总监 什么 都是什么 有什么活动 比如说 哪个户外有什么活动 他们就去打打广告 就是 有个存在感就行了 但是后来他们发现 公司的形象 真的特别重要 因为新增加的这些用户 很多就是看广告来的 来使用谷歌 他就看了广告的这个 于是这两个创始人 他觉得好像广告 确实比较有用处 可能花了不少钱 但是确实有用处 于是呢 谷歌 然后就开始打造自己的公众形象 实际上他整个公众形象 也是打造出来 像我们中国 包括很多的谷歌粉丝 看到的实际上 都是这些创意出来的 包括他打这个 广告牌上 弄一个招聘广告 这其实都是广告公司的创意 只是偷现他这个什么 公众形象 就是谷歌维护的比较好 但这个就和中国的一些公司 有点不同 中国的一些公司打广告的话 可能就是喜欢应息 比如说一个广告词 然后给你念个三五遍 就一句话码 反复让你听 直到让你观众啊 这个看电视上 尤其是这个心理上 就非常难受 你看到这个广告非常难受 然后但是你还不得不记住 这么个散布公司 不能说人家散布公司 确实有些广告 我确实觉得很恶心 但是谷歌呢 可能是针对外国人 他做的广告这个逼格上 可能就要高一些 比如说他做的几个广告 就是说都比较人性化嘛 比较有情怀 比如说一个人用了谷歌的服务 然后呢找到了失散多年的父亲 起码是有这么个广告 就是他用谷歌呢 输到他爹 这个不知道真假 还有一个说 小孩子 美国的小孩子做家庭作业嘛 家庭作业的内容是 就给亚马逊和一种动物啊 还有鱼类就分类 不会嘛 小孩子肯定不会 我们也不会 我们知道几种鱼嘛 也不行是吧 然后他的父亲就很有爱的 给这个小孩子在谷歌上 不停地收东西 就是收这个鱼 然后给这个鱼 我不知道是不是鱼啊 我忘记了 就这样 然后一起做作业 你看到这个父爱啊 包括谷歌 就这样很融洽 还有一个广告是说 一个病人啊 一个人锻炼的时候 突然觉得自己心脏不舒服 然后就谷歌了一下症状啊 结果发现这是一个很重的病 就救了自己一命什么 就是打出这个对话框来 也不说这是谷歌的广告 但是明眼人一看就能看出来 就是这种广告 外国用的比较多 包括我们看谷歌的 苹果的话也是这样啊 就显示到 好像是真是比较有情怀啊 以我的经验来说 看这么多年广告吧 因为我们天天看广告 一天一睁眼都是广告 就会发现 泰国的广告实际上 对能让人引起反差 比如说你认为是在 推销A产品 实际上它是在卖B 就是说你猜不到 猜不到结局 欧美的广告 就是我说的谷歌这种 就比较讲情怀啊 这个是吧 这个有小孩有教育 有亲情什么 就这样搞半天 然后中国的很多的 尤其是本土的广告公司啊 就是 非常的让你记住 这个公司的名字 比如说 如果在谷歌 谷歌如果要在中国 做广告的话 用这招 我觉得不如用另外的好 就好对好的方法 就采用一句广告词 比如说就这样 谷歌搜索就是好啊 就是好 就是好啊 就是好 然后重复五六遍 就这样 你打开电视 他就这样念了个 四个就是好 然后重复五遍 然后你就记住了 二十遍就是好 谷歌搜索就是好 你就记住了 不管怎么样 你都会觉得 谷歌问你什么就是好 你就想到 谷歌搜索就是好 就是好 然后很多时候 你就以为电视 是不是卡住了 想必大家应该知道 这个策略被很多人应用啊 被很多中国公司应用 包括保健品啊 什么 还是做羊毛山的公司 然后只要放十二遍 十二遍 人数了 只要把人放崩溃了 后来我就再也不买 他的特别的东西 但是我永远都记住 他的广告了 就是硬的脑子里了 就这种很蠢的广告 但谷歌就在这个 VC的建议下 他就做这种广告 就开始做 不是做这种洗脑广告 就是做 郑尔巴景的这种广告 讲情怀的 然后郑尔巴景 建立了一些 长远规划的部门 但部门的第一个员工 也比较有意思 他的员工的名字叫 沙拉克曼呢 我不知道 就叫沙拉吧 沙拉 说了 他是S-A-L-A-R 沙拉 我就叫沙拉吧 这个家伙 后面他是德国人 后面我也不知道 怎么读 这个家伙 他出生在德国 后来呢 他就跟他的父亲母亲 然后一起移民到美国了 反正也不知道 出于什么原因嘛 可能他觉得 二十一世纪是生物学的世纪啊 或者什么 然后就去读这个生物了 结果发现生物实际上没什么意思 然后他就开始学经济 然后呢 就从经济学毕业了 也是很牛逼的大学 就四两部大学 二十一岁就毕业了 他就觉得 他要成为个父王 他每个人都想成为父王 我也想 结果发现成不了 结果又婚又穷了 他就找到了他的偶像 他的偶像是 雅虎公司的这个杨志远 去取取经嘛 人家可能就见到了杨志远 杨志远就说 你想父的话 得创业啊 因为他本身就是创业 他肯定是说 你得创业 然后就听了他偶像的建议以后 这哥们就搞了点钱 然后开创了自己的公司 结果就是 幸运女生也好 还是老天爷也好 没站在他这一边嘛 他的公司黄了 也没赚到什么钱 然后搞不下去了 他就找工作 实际上说他的 公司失败了 但是他的眼光还是非常好的 他失败了这个公司 他办的这个公司做什么 就卖广告 卖互联网广告的 业务的方向 我们目前来看是对的 当时卖的不多 然后他找了一些 他觉得因为公司黄了嘛 然后他得 再去打工了是吧 人家也就是 很务实 就打工嘛 然后就找了一些 可以做互联网广告的公司 他分析了一下 觉得谷歌都有前途 这哥们就去面试了 我前面不是说了是吧 他的 他学的是生物 然后后来学经济 对编程就一窍不通嘛 因为当时 谷歌很早期的时候 你不懂编程 根本进不了 所以第一轮 人家谷歌就可能就说 是吧 你这个简历也很好 然后你回去等电话吧 是吧 你的简历已经传到 人才库里了 基本上也许是这样 因为社区找工作来 当年各大IT公司 我也都投了 邓哥也投过是吧 我的简历都传在 他们人才库里 之前也没有人打电话给我 所以我已经从 钢管舞行业 因为年龄大了嘛 也挑不动舞了 现在我是开滴滴四季 但也与这个IT有关系 是吧 开滴滴四季 滴滴因为是一家伟大的 伟大的出租车公司 是吧 或者能用伟大吧 毕竟是吧 人家家里都很厉害 现在就是与IT 也算是IT行业 是吧 只是带滴滴当滴滴四季 也让我这个 学习到的知识 有用武之地 开车的知识 但是这个哥们不一样 他就不走寻常路 他被拒绝了以后 他就说 哎呀是吧 我来打工 也不是为了赚你的钱 你今天不让我干 是吧 就这样嘛 我不要钱 不要钱 我来干活 行不行 就是说 谷歌也刚开始 还扭捏了 说这也不好 虽然我这公司很小 你这不要钱来 是吧 但他也没说 什么不好 因为谷歌那时候 很小的公司 因为中国有句古话 叫周瑜打黄荣 那小皮鞭打得啪啪的 但是黄荣喜欢 是吧 一个愿打 一个愿挨 周瑜打黄荣 然后谷歌当时小公司 也没办法 既然你一个愿打 一个愿 反正也不发女工资 是吧 这个小伙子就 自己找事做嘛 然后别人也不理他 因为他是不拿工资的 免费去干活 小公司是吧 谷歌 别人不愿意做的事情 他都愿意他做 谁不愿意做什么工作 他都做 他很乐意做 他觉得这个公司很好 我就我前面所说了 谷歌的两个创始人 他最开始 最讨厌的是什么 就跟VC打交道 小伙子说你们不愿意做我来 是不是 然后就在那半年左右的时间里 这个小伙子就天天 创始人不愿意干什么 我就干什么 就是他不喜欢跟VC打交道 好 我代替你打VC打交道 是吧 然后他就把这些VC啊 就风险投资上 哄得团团转 就两个创始人都搞不定的事情 这个小伙子半年又融资了2000多万 这就比较厉害了 是吧 有了这2000多万的话 谷歌肯定不好意思吗 发现 哇天哪 就是你负责 干这事好 就写PPT 负责给这个VC画饼 就他就招进来这个沙拉 应该叫沙拉吧 我就叫沙拉了 也许应该按德语读 怎么读 我就不懂了 是吧 但这个沙拉这个小伙子 因此呢 就在谷歌公司 做制定商业计划 就免费去的 也很牛人 写PPT的第一个专门的人 神授所有人的写案 连创始人肯定也扶他 VC能给他2000万 那肯定也扶他 都扶他 不得不说这个沙拉 还是非常有眼光的 因为当年 烫死人是不太敢吹的 这两个人不是很敢吹 但沙拉这个孩子呢 就20多岁的小伙子 敢写PPT 数字呢 就是人家问他 你这个谷歌怎么样 你这个将来多少钱 他说100亿 人家就崩溃了 吓得差点屁股就掉的 低下去了 100亿 他当时还没有赚钱 他就说100亿 人家说 你这个100亿的公司也不行 他说我说的不是公司的 市值100亿 我是说每年的营收 至少100亿美金 不是市值是吧 不是市值 市值更多 市值就是一万亿级别 这个PPT一通吹的话 所有人都相信了 他比较厉害 我觉得 以前大家都普遍 给这个谷歌的估值 就10亿 就10亿就已经是太高了 估值是10亿 结果他说 我每年的营收100亿 然后万亿是目标 是吧 一万亿小目标 当时谷歌还没有开始赚钱 他本人实际上也没有什么 他没明确的计划 但是呢 谷歌 后来当然是赚了不少广告费 但是在开始的时候 广告费没有 还没开始 因为他去的时候公司很小 他就已经吹出了万亿市值 但也很厉害是吧 这个SALA领导下的谷歌的市场部 就为了能写PPT 你不可能光吹吗 但他确实给这个 给出了谷歌 可能将来赚钱的几条途径 目前来看 我们觉得有点搞笑 第一个策略 他就是说授权嘛 其他的网站都会要用我搜索 因此呢 像雅虎已经用了 是吧 雅虎用谷歌的搜索 其他的所有网站都要用我的搜索 我就收授权费嘛 但后来这个实际上就吹了 根本不可能这样 人家 谷歌实际上后来就是让 其他平台用他的服务 比如说 在苹果手机上是吧 或者在这个 火候浏览器上 你实际上想要谷歌 保持这个浏览器 实际上谷歌要出钱了 人家不可能说授权给其他 你站内搜索还收钱 这不可能 但他确实当年写PPT 确实写过 第二条呢 他说以后每个人都要用谷歌 那我出硬件 就是谷歌搜索盒子 这个盒子呢 你插到这个网上 你通过我这个盒子搜啊 就搜的多 就是说搜的更快 因为你是我搜权呢 你家里有个盒子是吧 就是VIP搜索服务 VIP搜索 出都很快嘛 搜索的内容也多 每个人收点钱是吧 你还有这么多意义 很简单 就谷歌盒子 现在我们来看 也没有出过这个盒子 就是说 他是 就这样嘛 后来他还 还有一个策略 是说我可以多广告 但他说的多广告 跟现在这个谷歌 这个广告还是有点不同 他说是什么 他说 你看有那么多广告公司 他打 他以前就做这个广告的 很多 我外包出去 每个国家都外包成 每个国家的 美国就有很多 其他都有 我把整个的广告 外包出去 然后其他公司做 分成嘛 因为谷歌肯定要分一部分 你看有那么多 他列了数字 有多少钱 这些广告 谷歌要占多少 就这样 他认为是这样是可以 然后他还做了第一单广告 就是给这个红帽子 打广告 然后给了多少 两万块美金 就是第一单 就给了这么多 然后他说你看 是不是成了 后来他又签了 跟亚马逊的合作协议 比如说 我们收红帽子 或者绿帽子的时候 肯定要去亚马逊去买嘛 买书或者是 你收到了 然后通过亚马逊 如果亚马逊买了 比如说你买了100块钱的东西 给5块钱 就这样 就是说 这5%当这个推广费 就签了这个合同 他也去吹 结果我发现 把人整崩溃了 因为谷歌那时候 刚吃东方半年 发现亚马逊给的钱 不够 买啤酒的 这个合同也就做不下去了 因为赚点钱实在太少了 就是VC看来会流泪 因为你已经花了 好几千万了 结果你每个月 给赚一万块美金回来 就彻底崩溃了 然后自己花了这么多钱 养了个公司 就是 每个月 从亚马逊拿一万块的 也就是说 卖的量也不多 当时就崩溃了 但赚钱太少 你就不能说 你就不能推广了 你啥就把这个东西 停了 因为你显然 你这样很丢人嘛 就别人 如果知道 你只赚了这么一点钱 很多人是不会 不会同情你的 反正就会嘲笑你 这是我对电台学到的经验 我给大家讲点经验 人生经验 是吧 我给你们讲人生经验 就我刚刚做电台的时候 我就会统计一下 我这个关注量 或者是 是吧 有多少人收听了 或者是有多少人观看了 增加了几个用户 因为这个也可以 对比较交情 就是说 这个和度蜜月一样 有个新鲜期 后来我就不统计了 我觉得这么一样 很无聊 结果就有人问我说 你为什么不统计了 就前两天嘛 问我为什么不统计了 我想想 我就也是好 以前的时候 比较度蜜月嘛 我就说 还会统计 后来我就不统计了 但是呢 有些人就想知道 后台大概怎么样子 因为你半年不统计了 想知道 我现在也是是吧 然后我又不想写文章 我就 从这个喜马拉雅 还有网易云音乐 还有微信公众号上 他有后台了 有后台 我就想 直接截个图发出去 是吧 这个比统计还好 你直接看图 我也懒得统计 你多少人 赚了多少钱 你就看到 后台数据什么都有 结果呢 就这样一下暴露了我的收入 就跟谷歌暴露了 他像马逊 一个月收入一万 我这个人没收入一万 发现 像马逊上三个月 收入了14块多 不到15块钱 平均一个月5块钱 就这样 我们可以想象 谷歌是被嘲笑 是吧 然后呢 我仍然是被嘲笑 是吧 因为我所有的听众 还没有说投资 我这个电台 人家谷歌的话 投资人还投资了谷歌 赚了还少点钱 还被打压 但是不投资的话 心态肯定更不会说 比较同情你 或者是什么 如果你投了钱 给我的话 觉得还要帮忙 想想办法 但是你这个陌生人 比如说听我电台 都是陌生人 大部分是陌生人 一看 而你三个月 赚了14块钱 那他们会怎么想 大部分人会怎么想 他其实会嘲笑你 是这样 因此呢 关注了我的公众号 听的那些一千多人 留言嘛 留言留了七八十条 然后至少四十条吧 就是对我进行嘲笑的 然后这也是我学到的经验之一吧 就是我希望能分享给大家 如果因为大家 以后有些听众 可能你也会 要去做这个电台啊 或者是做公众号啊 或者做什么产品 心里有个数是吧 有很多时候 很多人关注你 比如说很多人关注你 并不见得是认同你啊 就是说你一旦出了什么问题 比如说 你不小心露出去了 什么东西啊 人家可能关注你 就是为了看点笑话 就这个样子 因为我在电台里 不太讲中国公司 因为我怕引起争议嘛 今天我讲外国的话 好像有点那个啥 怎么讲 另外已经接近破产的 一家公司嘛 就是中国著名的手机公司 锤子科技嘛 就现在已经是倒闭 或者半倒闭 我以前没有说过他 现在因为他已经倒闭了 或者是半倒闭 可能不会再火过了 我想对他应该不会 不会产生特别 特别什么重要的影响 也不会好 也不会更坏 因为我们就说一下 罗老师吧 我也不是他的粉丝 也不是不他的 也不是他的黑粉 也不是他的什么 就是我只是普通讲一下 因为1600万关注者 还是很吓人的 我只有1万关注者 1600万 1600倍 你被万一就被弄死了 所以很显然的话 我仍然觉得 即使他有1600万关注者 仍然他稍微的 高估了自己的影响力 我觉得他高估了自己 或者他不好意思 高估了自己 或者他没有意识到 他高估了自己 因为他的手机的销售量 实际上是远远低于1600万的 好像是没有一款手机 超过100万吧 或者是接近100万 这个样子 这就是我看谷歌 初期创业的时候 就有这个感想 比如说谷歌 他要再占 50%多美国市场的时候 亚马逊做广告多少 一万块就这么点点 你每个月 辛辛苦苦给亚马逊 做这个推荐什么广告 人家就给他一万块 5%的一万多块 就买啤酒不够 然后他后来就不做了 然后比如说 罗老师是1600万粉丝的时候 手机销量不过百万 也就是说 但我的电台 不能跟他相提并论吗 我在喜马拉雅上 可能每个月五块钱 可能已经很多了 按比例来说 网易上15块 然后公众话来是300块 一个月300块 每天大概能赚10块钱 比如说我现在做这一期 大概能多少人去点了 广告 30能够赚50块钱 然后4期 一个月到4期200 然后其他的 再加点广告什么的 300多块钱 就这样 基本上就这么个钱 但是我给大家 为什么这样讲呢 就是说 你要去有一天 也会碰到我这种 这种情况 可以从别人的成功中 或者经验中 学点什么东西 比如说 罗老师1600万 可能16分之一的人 去真正去买他的手机 就谷歌的话 有那么多 可能 赚1万块 我们可以想象不多 是吧 但我这种赚个几百块 可能也还可以 是吧 就突然我就想到了 不是稿子里写的 我想到了一件事情 比如说 这个粉丝这个东西 比如说清朝 辛亥革命发生的时候 清朝有100万 100多万的清军 也就是他粉丝 至少有100多万 但最后还是输了 辛亥革命呢 人民军有多少 没有多少 不到一万人 但是干掉了100万 但明朝灭亡的时候 明朝灭亡之前 也有数百万的 这个百万级别的人 然后清军有多少 五万多 入关的清军 五万多人 那就干掉了这个数百万 所以呢 好像是 清朝灭亡 或者是明朝灭亡 也有人自杀 就是特别忠实的粉丝自杀 但大部分也没有什么自杀 好像这个粉丝 这东西你不能太依靠 不能太依靠 比如说这个米蒙啊 米蒙现在当然人家已经不多 这一行业赚到了特别多的钱 他肯定有数千万的 至少有1000万粉丝吧 你看他说关也关了 好像也没有人说 你关了米蒙 我就去自杀呀 或者什么 好像也没有 也没有人替他出来说一句话 大部分我觉得是这个样子 人家观众就可能就是为了看你消化 这个样子 当然了谷歌最后还是人家找到了一个三方都获利的商业手段 就谷歌自己做广告的商家 还有消费者都找到了对自己有利的方面 最后谷歌当然成功的不像话 下一期我再讲为什么成功的不像话 就我相信的话 就厂家也好 还是消费者也好 就用谷歌的我们是消费者 用户 还是谷歌自己 他这个肯定不是我们为了谷歌战略目标而买单 肯定是为了自己方便 我起码是为了自己方便 至于谷歌他要什么战略目标 我根本也不管 目前能说服我的理由就是谷歌的成功 关键还是产品也好 我觉得他收拾做的确实不错 消费者肯定不会说你是听众也好 还是电台的用户也好 还是哪一个 你肯定不会说我仅仅认同你宣传的价值观 我就去给你钱 显然这个是不可能的 当然也有我说我的事情 就是有一半天中还是支持我的 也有人说你虽然赚不到什么钱 竟然坚持了一百多七块两百七了 你怎么才能坚持这么久 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我就告诉他这个很简单 你要坚持的话 就是吃点药就可以很持久了 他就问我啥药怎么这么领 你吃了能让你就坚持这么久 我就告诉他 也同时告诉他 听电台的周围 如果你认为你也想知道我为什么会这么持久 就是说如果你一件事情做不下去了 你可以打开一下中国的网站 就已经把谷歌打败的中国的搜索引擎百度 在百度里搜索如何变得持久 你就会发现一大堆的药品 还有医院出现 我就随机选了几个 买了几种药 然后去了几个医院看看 就特别持久了 还好用 希望对你们也有用 是吧 这就是我持久的原因 好了 这一期就到这里 下一次就讲一下 谷歌这个AdWords 就是说他这个关键词 这个商业模式 比较伟大的商业模式 好了 这一期到这里 希望大家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 叫做软件大学社 六个字 软件大学社 帮我点点广告 实际上每次玩 我这样说一句 也许会有用 我认为实际上没用 大部分就是说 我的收听量大概是加起来一万 我给大家再讲个数据 就一万 两个电台加起来 两三个地方加起来 可能一万五左右 打开公众号的人是多少 一千五 对 你知道吗 可以打开公众号的人 就一千五百了 这也就十分之一 如果再砍从这个一千五中 又有多少人砍点点广告呢 大概是三十多人 三十多人 就是这样 百分之二点几 就一百个人中会有百分之二点几 打开这个样子 其实这就是一个数据 希望大家了解一下 有一天也许你也会做的时候 你不要觉得 像罗老师他有可能觉得 这一千六百万粉丝 妈的第一批我非要卖个一千万 或者六百万 实际上不可能的 大部分有可能是 不是认同他 而是等着他讲笑话 或者是等着看他出丑的 希望大家 也许有一天 也会碰到相同的处境 比如说清政府也会觉得 我有一百万我怕什么 结果发现 那一百万好像不太管用 好了 再一期就到这里 下一期再见 请拍下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isoes和公 Clock 感谢观看